主席 李秘书长好 因为我们今天要审预算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要来谈的 比较是针对我们的国会 怎么样让我们国会透明化的 这一块的角度来谈 那这个部分呢 当然我们首先要肯定我们立法院 我们的整个资讯的公开 尤其呢我们让这个IVOD 就是能够对我们的院会 还有我们的委员会 直接直播 让很多的关心我们的议题 或是关心我们的这个 整个一个法案的进行的 这些的公民他都有机会 可以及时在他的 这不管是电脑上 或是在他的手机上 现在我们甚至开放APP 所以都可以及时收拾到 我们的这些的 现场的咨询的状况 或是讨论的情况 那我觉得说这个部分 必须要跟我们立法院肯定 的确在这一块 我们也看到公民团体 对这一块的确表示肯定 那当然我想就是 爱之深则之切 所以我们不想站在我们 自己立法院的一个立场 我们也希望是说 能够有所改进 那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会看到的 就是说在我们这个 在我们的这个网际网路 多媒体的这个 随选视讯里面呢 我们会看到说 虽然我们就是 像我们这一届的立委 我们现在是在进入到 第六个会期 但是在我们的IVOD 如果我要随时去点选的话 我第一个跟第二个会期 是看不到的 现在只能够看到我向现在 往前回溯的四个会期 那我觉得说每一位立委 他进来在这里 其实我们的一个任期是四年 大家都会希望说 在这四年内 你所有的表现 应该要让所有的选民 或是所有的人民 能够看得到 因为这个也是作为下一届 你到底能不能连任 或是说你要在竞选的时候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 但是呢就是非常遗憾 我不晓得就是说 我们现在好像是 上面只规定说只公开 也不是规定 就用你们现在的作业上是说 只公开最近四个会期的影片的记录 而在第一会期 第二会期就不见了 那这部分有没有可能回复 我想就委员 委员刚才提到 就是说希望能够在 三年到四年 你随时 要你的资料都能够很容易的 随时可以取得 那有四个会期变成六个会期 甚至也是七个会期 你的意思大概是这样 不是 我是说不只是我们委员 是包括就是在网路上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开放IVOD吗 我知道 那开IVOD的话 事实上是大家是可以在 YouTube上可以看嘛 对不对 那他们现在就是点选 因为上面会有一些的 就是项目 我点选下去 我要点选 就是说 好我要看这个委员 他进来之后 第一个会期跟第二会期 他的咨询状况如何 他的表现如何 可是现在是看不到的 他现在只能够看到 从第三会期开始 对 对 我想 你这个问题 是不是让我回去 我朝 你们回去 这样的一个建立方向 我们来努力 努力看看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也看到说 在这个 就是 我不晓 就是我们好像有规定说 这些的所有的立法院 会议影像的 这个录音录影的 这个管理规则 好像有规定说 如果是院会的是保存十年 那如果委员会的是保存四年 那四年后是就会把它销毁到 就是说 一届的立委 就是 这一届立委结束之后 所有的影像就全部都销毁了吗 还是怎么样 没有 我想 我们有一个 我们库房 在新店 有一地被引的一个库房在那边 没有 那因为现在其实 说实在的 就是说 整个现在都有所谓的云端了 对 那我们立法院的 一个所谓的 国会的一个公开透明 其实是让全民共同来 就是监督我们的这些的民意的代表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而且在整个民主国家 受人民的一个监督 这是一个必然的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有没有可能是把这些的 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去修改我们的这些的规则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那是不是可以让它是永久的保存 那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资料库里面 那资料库的话就是说 当有人要研究 或是他要去看说 我想要看上一届的 或是第五届 或是第四届的 立委的表现等等 或是他要做研究查询资料 是不是都可以查得到 我想委员 这应该是没问题 因为包含 我们还没有数位化以前 我们将 连包含国民大会 我们把它接管以后 我们都甚至于把它数位化 把它储存 所以现在已经数位化储存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 是不是能够开放给民众 也能够去越南 上网去越南 因为我想这个部分 应该都已经是公开的东西 其实没有所谓的秘密的问题 那这是可以研究一下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IVOD的网站上面 我们的影片的文字说明 我们上面就是说 如果今天有人 譬如说我们的会议名称 那这些其实都已经刊登在公报 但是就说在我们的网站上 如果说我要把这些 把它download下来的话 那上面就会跳出说 版权所有请勿复制 可是事实上我们说 会议名称 这个根本不是什么秘密的东西 本来就是在公报 本来就会有的 所以是不是能够让 这些民众他在IVOD 然后他要进入到这个网站上 要去把它复制说 今天立法院他们 譬如说我们司法委员会 今天拍了什么 那要把它复制 然后能够传出去 就说今天司法委员会 今天在台湾这个会选的问题 所以请大家赶快来 上IVOD 可是当他要进去 要复制的时候 就跳出说 版权所有 这个不能复制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辨明一下 那未来我们新的 Open Data做好以后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会 会有所感想 对 我们会希望说 这个部分能够让辨明 不希望成为一个选举 或是怎么样的一个工具 对对 那另外的就是说 我们也知道说 像我们的IVOD 那通常就是一直在主席 一直在备训 一直在这个直询台 可是下面的这个 好像就没有 可是事实上好像 他其实是可以操作的 我们也看过 就是说那个 那个李昆哲委员 他在咨询的时候 那个镜头就从我这里咨询的 然后就从这边 到整个会场 然后再过来 所以事实上上是可以控制的 并不是说我那个 影像就只能够固定 就是说只有在这里 跟对面 然后跟主席台 所以是不是能够让 就是尤其像说 我们每次在 这个协商 尤其在法条的讨论的时候 经常不会主席 坐在主席台 其实是大家下来 跟政府官员 大家在那里协商 那这协商 通常我们就会开始出现了 所谓的蓝画面 然后就只有写说 协商 那在这里呢 可是一些的 就是人民 他想要知道说 你们协商 为什么会跑出 这样的一个条文出来 他想要去看 可是就只有声音 没有影像 那其实呢 我们会希望是说 既然都已经 开放委员会 开放院会 都IVOD即时播了 所以你就把他这个技术上 就让他也就直接就是 今天镜头 就换到这个位置上 那大家在讨论 谁在发言什么 都很清楚的 能够让 这个民众也都能够看得到 因为现在是只能够 听得到看不到 因为画面是蓝画面 所以这是不是可以 所提的是委员会的情形 对对委员会 那我想是不是这样 我大概会列个案 那就这个问题请 不是只有 我在这个委员会讲说 可以就可以 是我知道 那我可能会请 就提报到大家去 那这个技术面的问题 我想对我们来讲不是问题 那这是可以转动的 那我来提这样的一个 请院长 请各党团表示 未来现在有做的 前面朝委协商 镜头还怎么样来处理 这技术上不会有问题 问题是看大家 对这个要转范围这样 有什么意向 因为这是从民国97年 我知道 其实我们是不断的在演技 那当然就是说 从太阳化学院之后 我们也看到说 整个其实是公民的要求 公民团体 公民社会的那个要求 是越来越高 他们的期待也越来越深 也希望我们立法院 真的能够扮演一个 就是说更具有国家的 这个重要位置的 这样的一个国会的一个角色 所以这里呢 其实另外一个牵涉到的 就是那个新闻媒体的 采访证的问题 因为呢 依照我们立法院有一个 采访证件发放要点 那第四点里面 他规定说 核发新闻媒体采访证件呢 第一个要是能够完成公司 说商业登记有案 而且要每日发布的 新闻的内容中呢 要全国性的政治文教 财经社府等新闻 要占60% 这样的一个分量的 新闻媒体 而且要常驻我们立法院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如果是文字的 或摄影记者呢 他如果是网络的报纸的话呢 他也要是每日报导 全国性的报导呢 要达到60%的分量 那并且有公开网站 可供读者阅读的 电子报才算 可是依照我们大法官会议呢 第689号的解释 他里面讲得很清楚 他说 新闻采访的行为 他是为了提供 新闻报导内容 所不可或缺的 资讯收集跟查证的行为 所以他应该 是新闻自由 所保障的一个范畴 就我今天我只要 我今天要提供的 就是一个 资讯的一个收集 跟查证的一个行为 然后让一般的人民 能够有所在保障 他的一个知的一个权利 所以这些都算是 所以新闻采访 那其实是一个 新闻自由保障的这样范畴 所以新闻自由 所保障的 这个新闻采访的自由呢 并不是仅限于 保障隶属于 新闻机构的新闻记者 我了解 采访的行为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有很多的独立媒体 就像说在泰文化学院 其实是独立媒体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呢 今天就是我们的 整个一个 整个一个 就是说在媒体上面 这种所谓的 多元的这种媒体 所以你会看到说 各种的 我们说现在 其实甚至有很多的 办案是透过什么 透过个人 拉着手机就拍了 然后把这资讯上传 对不对 有很多 现在很多办案是靠这个 因为人力有限 政府机构 人力有限嘛 所以今天是靠着一个全民 所以今天全民呢 就是大家都在关心 这些事情的时候 可是他今天想要去 去采访 可是我们在立法院 又把它限制了 这样一个门槛 所以呢 大老公会解释 就是说 为了要保障 一般人呢 为提供具有 新闻价值的资讯 于众呢 或促进 公共事务的讨论 来监督政府呢 所以他所做的 新闻采访的 这样一个行为 是应该要保障的 所以呢 有没有可能 去检讨一下 我们这个院里面的 这个所谓的 采访证件的花晃的 这个要点 是不是能够更开放 因为现在的 这个媒体跟以前 已经不一样了 是不是可以 我想时空背景 都在变嘛 那当然 在保障 委员的一个 开会的一个安全级 我们院区的安全 那当然这一方面 能够开放的 我们也都建议在做 那换句话来讲 因为 事实上 全世界的国委 我也看了 有几十个国家有 像我们这么开放的空间 走动的也不多啦 对 但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 对不对 我们经常在开会 就有很多的警察 当然我们也要 去考量很多的因素 我相信 就委员刚才 给我们的指导跟鼓励 就像刚开始 王院长揭明过 88年 所谓公报上网 大家论你不可能 来要抗争 我说你给我们时间嘛 后来到今天 我想能够开放 我这里跟委员报告 能开放能做 我们都心里做 但是有一点 今天整个立法院的开放 十一个末端的开放 很多就像刚才所停整的 公丁会 这一些立法计划的前端 我相信 跟我们的一个调业 跟调查权 剩你这一些的一个努力 我个人一直以为是这样 对 那当然 非常一下 我们的听证权 我们的调查权 都还要在努力中 对 对 那另外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所谓的这个国会频道的问题 我想这个部分 其实民间团也一直在要求 那我们也知道说 像美国他们的国会 或是很多的国家的国会 都有国会频道 那人民在家里看电视 因为我们知道说 现在在网路上 年轻的一辈都没问题 有APP 然后手机就可以直接直播了 但是对老一辈 他不会使用 这个所谓的 这个心境的 他只能看电视的人 那他就没有机会 去了解我们的立法院 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 在这个国会频道的这一块 能够来开放 那当然这个 我们不敢要求 说我们立法院 马上开放国会频道 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 技术性的问题 还有经费的问题等等 但是是不是我们也可以 譬如说去考察一下 美国他们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他们国会的这个频道 怎么实行 那可能的利弊等等 因为事实上 我想如果有去美国的人 大概都知道说 美国的这个 Siesbank 他们的这个非常的 就是公开 而且也没有什么样的 就是后遗症 或怎么样 好像委员不会觉得说 因为这样开放 所以他就 人身安全会受到威胁 或怎么样 好像也没有 我想委员的建议 我们会再将 之前有相关的一份资料 那掺杂因为已经好几年了 那我们再来努力 看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能够将这个知的一个传递 让它更普遍 我想大家追求的是这样 OK 好 谢谢 谢谢